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上个星期一开始这里我们谈到的是川普总统 当时全世界对他是推崇有加 赞誉他为世界和平做了重大的开创跟贡献 这个星期他还是头号人物 但形容词完全改了 全世界几乎是一口同声的谴责 他是一名翻脸无情 冷血又虚伪的领袖 直到你看到的美国时代杂志的最新封面图片 说明了这一切 你看到是一名两岁的小幼童 他是一名刚刚要逃到美国的小难民 当时期待在美国这个社会寻找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新梦想 跟新的生活天堂 但迎接他的是一个面无表情高大的川普总统 俯视着看着他 然后封面上的标记写的是 欢迎来到美国 里面充满了讽刺冷血跟无情 这个杂志的封面就是说明 美国如今在这次所遭到的一致谴责 当然这是一张合成照片 原始的照片给您看看 原始的照片是这名两岁来自洪都拉斯的幼童 他跟他的母亲因为逃避家乡的灾难 想到美国寻求庇护 在美国边境当然被拦了下来 而且被立刻视为罪犯 当然这个家庭其实没有被拆散 他们很幸运 但是其他的多数家庭命运就完全很惨了 这一切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川普总统 所谓的美国优先的排外政策 坚决的反移民 终于在今年的4月6号 促使了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项 所谓的零容忍政策 也就是所有这类的非法难民 管你是来干嘛 偷渡寻求庇护也好 在边境立刻加以逮捕 而且一律视为罪犯 送往联邦法院或监狱进行监禁 爸妈走了还怎么办 没关系 美国政府立刻设立了许多临时的 儿童收入所 有人说他们根本是一个难民营养的地点 然后就把这些孩子管理多大多小 小到甚至一岁也关进去 有没有人照顾 当然有人 但照顾的情况非常之惨 整个情况从4月中一直到现在 这些被拆散的儿童数目 已经多达2300多人 媒体报道之后 大家惊讶 一个2018年的美国现代政府 怎么能做出如此残忍 而且冷酷 毫无人道的事情 川普政府不断地在辩护 这是一个所谓的零容忍政策 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 其实私底下是一样金融手段 来逼使美国的国会通过新的法案 让他能够在边境修筑高墙 川普本来是非常的坚决 不理直线 表达的是他的无情 但最后在群企的舆论攻势之下 终于在前两天 他软化了 签出新的命令 要求今后这些家人还是要被关 还是要被法办 但至少可以关在一起 孩子不必另外找地方关 这算是宽大吗 大家觉得这才是更大的讽刺 如今这些问题还在寻求解决当中 这些家庭还在设法团圆当中 整个情况说明了 如今川普所推动的 这个所谓的白人社会的优先政策 已经不仅在国际间造成了 大家对于美国国情的完全不得理解 也造成美国国内的混乱 当川普救援之初 有人已经形容 这将是一位最没有同理心的美国总统 而如今事实证明 情况好像越来越真实就是如此 把孩子们关铁笼 勃勃的李多志就是他们的毛炭 有的大小孩还得教小小孩 来帮更小的小孩还尿布 孩子们集体被关在这儿 因为这是川普针对非法移民 使出的新手段 零容忍政策 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儿童 很多都不到十岁 一段居留所留书的录音 听了令人心痛 对 这边是Beisa的 那边是 消毒状ti的 美国宫 今事实的 所以有队 务必定在 切瓴礼 悶礼 找不到爸妈的小孩 无天抢地哀嚎 执法人员还大开玩笑 一名小女孩 央求拘留所人员 打电话给阿姨 一旁还有小孩 不断哭着找爸爸 场面令人比酸 他们有孩子 刚被把父亲的父亲 所以那种原因 我们非常疼痛 所谓零容忍政策 指的是任何非法入境的移民 除了被视为罪犯 要起诉并拘留外 子女更得强迫分开拘留 5月7号实施至今 已有超过2300名移民儿童 被迫与父母分离 一张照片说明他们悲惨遭遇 两岁的小女生 看着自己的妈妈 被边境巡警搜身 害怕到惊恐大哭 向来讲求人道主义的美国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不仅总统大老板强辩 站在一旁的副总统 及国土安全部长全成了应声虫 异口同声怪罪前朝政府 林文文文政策并非成文法律 是甚于否行政裁决权权在总统手上 美国以往对付偷渡客 采取逮捕后释放 也就是非法移民被捕后 法院会发给传票 必须随传随到 然后就放人 未成年人最多也只能拘留72小时 问题是人放了之后 根本找不到 更遑论随传随到 川普甚至在推文中 形容非法移民是害虫 只是没想到 他用如此终极手段处理 连第一夫人梅兰尼亚都看不下去 发表声明相信美国是法治国家 但也必须用良心治国 不仅先任第一夫人 前第一夫人罗拉布希 在华盛顿邮报投书 痛骂零容忍政策 残忍不道德 引发三位前第一夫人共鸣 包括卡特夫人罗沙琳 希拉蕊与密雪儿 都同声谴责川普 甚至认为零容忍政策 是美国之耻 不仅五位第一夫人反对 掌上明珠伊凡卡 也要老爸停止这一项政策 外界批评川普根本是为了迟迟未能通过的美墨边界围墙 兴建预算 利用移民儿童当交换条件 向民主党议员要挟 一系之间川普成为全世界公敌 教宗方济各几乎强拆家庭与民粹主义 解决不了移民问题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川普更是不假颜色 反对山浪如海啸般涌来 向来嘴硬的川普最后不得不低头 他在20号又签署行政命令 不会拆散非法移民家庭 两者差别就在于 以前是分开关 现在是关一起 不管怎样都要关 看似解决危机 其实问题仍然存在 2300名被拆散的儿童 要如何与父母团聚 川普没说 关在拘留所后的 要如何处置也同没讲 在最重视人权的国家 居然发生破坏儿童的风陋剧 让全世界不仅要问 川普总统你还有什么事不敢做 非法移民跟难民这个难题 的确不仅困扰着美国 还包括了很多国家 我们必须持平地说 保证一个国家领土的完整 以及边境的安全 这是一个政府责无庞贷的责任 也难怪川普总统面对这次难题 他大声疾呼地说 这是他做总统的责任 没有一个边境 怎么说有一个完整的国家呢 但问题是 你要保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的立国精神又是什么 真把所有的外人都当为仇敌 把他们的子女关进像集中营一样的铁笼后面 然后叫他们全部滚蛋 消失在这个土地上面 完全不顾他们的生活死难 完全没有任何的同理跟人道 这是美国人要求的价值观吗 这是希望所有外国人所看待今天的美国吗 难怪这次整个的移民争议 引发了美国社会更多的尖锐跟对立的讨论 想必未来争辩还会更多 不过我们也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难民跟移民 为什么接连不断 面对如此的风险 他们还是要来寻求美国梦 当然 人类为自己的生活争取更好的未来 这也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人权 也问题显示 他们自己的国家是处于多大的一个灾难 逼迫他们要从事如此的冒险之旅 这些非法移民来的最主要三个国家 是萨尔瓦多 宏都拉斯 跟瓜地马拉 也是中美中动乱跟凶杀暴力犯罪 最严重的三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在这次事件当中 毫无资格来讨论 因为他们连自己国民的生活的基本保障 都不能够提供 边境的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首先要指责 应该是这些国家 为何逼使自己的人民走上流亡之路 穿越丛林 这里横跨墨西哥北部的火车 是中南美洲人偷渡赴美 最关键 却有危险的一段 还有个小年叫营兽 他的车顶只会前往美国 却可能因此赔上性命 他们全来自瓜地马拉 萨瓦多和黄都拉斯等 中美洲三国 在搭上火车前的偷渡之旅 充满艰辛 这里是瓜地马拉首都 维地马拉的最大巴士站 看似一如往常 这一幕却极不寻常 一辆又一辆乡行车进站 他们是当地的人蛇集团 背着迪士尼粉红背包 眼前这名小女孩 好有家人陪同 在人蛇集团带领下 拉出离开 接着来到河边 由另一名佐斯犯领头 这名小女孩和两位大男孩 及另两名成年男子 一起搭上这座橡皮艇 准备渡河 会有2000公里 而越过红华边境 只是这群偷渡客的 第一道关卡 所以这里是这场景 在那边的河边 是美西哥 在另一边是 华大马拉 但是这里是 所有重要的东西 都会发生 独占 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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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最最近的 十千多亿 的孩子 伊底达墨西哥改换三轮车 不愿曝光的走私犯透露 偷渡客每位收费1200美元 有人走水路也有人选择走陆路 相同的是时常可见数百人 甚至上千人集体偷渡的景象 叫大棚车移民 Caravan Migrants 这现象至今已盛行超过八年 但直到今年四月 川普推特抵制大棚车移民后 引起全美关注 伊底达墨西哥北部小镇后 有座移民之家 他们叫他躲藏屋 提供简单医疗食物和住宿 让偷渡客能中途休息 他是16岁佛罗伦斯 来自宏都拉斯 想到纽约投靠姐姐 那是多少时间 你返回了多少时间 好像三天 我返回了 这部武装的刑警加上彼此灵敏的警犬 进行巡逻任务 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发现目标 一名偷渡的非法女移民遭到四名巡警压制 双手背在后面 靠上手铐压走 很令人惊讶的是 美国边境多数地方 竟是如此残破不堪 特别是德州与墨西哥交界处 荒凉渺无人机 被非法人民视为偷渡天堂 根本难以阻挡 走过去甚至只要跨一步路 就是美国 真的是国安一大漏洞 而且美墨边境总长达1989英里 扎栏长度不过702英里 根本防不胜防 加上2012年 欧巴马推动儿童入境 暂缓遣返 简称打卡让未满16岁的非法移民 有机会合法拘留 也因此偷渡到美国的很多都是孩子 而当前全美非法移民 多达一千两百万人 其中墨西哥人超过五成 中南美洲人约占24% 对美国社会的确造成负担 这样看来川普的零容忍政策 莫许有理 加上非法移民人数越来越多 边境上的拘留所和庇护所 早已不堪附和 只是美国想处理这头痛难题 恐怕也不是一时半刻 就解决得了 川普总统的反复无常 其实还显示在另外一个 更大的国际战场上 贸易战 如今听到了很多 都是彼此之间要进行各式各样的报复 当然这一些的起因 都是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的 报复性的关税大战 但随后我们看到了 欧盟跟印度也相继加入 未来的发展我们难以预料 但至少到目前 这个战火的形成过程 已经造成了国际股汇市 以及很多投资家的重大的损失 其实这一切是真要打吗 很多人怀疑 我们去看看美国参议院 最新通过的 美国的新一年度的国防军事预算 这个金额高达7,160亿美元 而美国这次认为 跟中国大陆进行的贸易逆差 他所不能忍受的数目多少呢 那也不过3,750亿美元 而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逆差多少 8,100亿 可以知道美国是一个太庞大的经济体 任何这些百亿或千亿的 所谓这些关税的惩罚 对他的经济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甚至感受很少 这些商品也会找到 他们自己要去的市场 因此川普总统究竟在排算什么 还是很多人认为 他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打破过去所谓的多边主义的贸易秩序 这是要证明美国优先 同时为他在今年的期中选举 做下最好的政治赌注 一辆大货车从一间看似荒废的工厂出厂 但每天像这样出货 不到五趟 为在宾州博威克镇 这座40多年老工厂专做货柜底盘 也曾风光一时 云有五百名工人 每周销售两百四十个底盘 十年前中国进入美国市场 开始蝉食鸡吞 垄断八成市场后 导致老工厂没生意做 两年前川普的出现 为六十二岁的老板哈德曼 带来一线生机 把一辈子事业堵在川普身上 哈德曼就等关税政策 拉他们一把 等6月15号 301制裁出炉 哈德曼的货车底盘 根本不在清单上 第一波主打中国侵犯 智慧财产权项目 包括航太 通讯 机器人 机械 和汽车等 共五百亿美元 一千一百零二个项目 课税百分之二十五 清单公布六小时后 北京随机反击 要对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 征收相同比例关税 时间点一样是7月6号 且中国这波霸得有过凶 人民日报隐瞒和努力 自私任性 大部自队 天府开炮 美国国务卿Countell 18号在迪特律的经济俱乐部 也很硬 中国的领导 最近几个星期 都在拒绝着拒绝 和国家 但是这是个玩意 欢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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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最看不懂的地方 这是中美 瞬间大翻脸 因为公布清单前 蓬佩奥才清零北京 感谢习近平协助 赚金会 影响到前脚 才刚走 随机变脸 公布制裁 让中国超不爽 骂川普 蛮横无礼 自私任性 还不够 紧接着19号外交部和商务部 再补八个字 美方的有关言论 颠倒黑白 反复无常 再度挑起贸易战 因此中国的反击清单 摆明冲着川普杠 659项科学商品 包括大豆 棉花 牛肉等多项农产品 和电动车 飞机等 其中 最受瞩目的 就是大豆 正产大豆的州 竟是川普的铁票舱 有关连任的重要关键 逼得他在4天后 炮红中国 很多情况 我们的朋友 都比我们更糟糕 比我们更糟糕 挺有趣的 但是我们知道 当法律是正确的 中国已经把我们的国家拿出500亿亿 再重新建成中国 我经常说 我们已经重新建成中国 他们已经重新了很多 现在是时间 大家 现在是时间 中国之所以骂美国反复无常 根本就是骂给川普听 因为他一边称习近平是好朋友 一边诱打贸易战 还有一件事 中国也觉得美国反复至极 甚至被威胁 18号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防法案 公布中心通讯制裁案 直接推翻6月8号 川普以10亿美元罚金 外加更换高层业务 内部设置美国官员等 最中心的处置方案 当我看起来 我说 你知不知道 他们可以赔一大价 无不在意义 这些美国公司 这些都是 因为你已经说了 很多钱和职业务 所以我们会看看 什么情况 但为了领导 违不古道 只能说是对中国施压的 一次战略 选在贸易战敏感之时 恢复制裁 在中国反制后 川普恫吓 已准备好第二波 2000亿美元中国货 再增10%关税 双方玩的是什么游戏 真的是贸易战吗 是利益条件交换 在一阵叫嚣叫嚣后 全球看得很洒洒 艺人凭着自己的光环 当然人生有很多的选择 艺人从政 就是一个举世皆有的现象 其实在美国的艺人 还特别喜欢 针对目前的时政 跟政治人物 给予不同的批判 包括尖酸刻薄都有 但是用脏话 恐怕还是不多见 最近就有这一会 就是您看到的 Samuel Jackson Samuel Jackson 其实来讲 他目前六十几岁的 好莱坞男明星 很红 但是他也演过总统 就是您看到这个海报 叫做总统游戏 这个电影是芬兰人拍的 也只有芬兰人 会去找他演美国总统 Samuel Jackson本身 其实他的成长 是很特别的 不过他最特别的是 非常喜欢讲脏话 甚至告诉外界 他当初讲脏话 是用来矫正他的口气 你相信吗 但不管怎么样 他的脏话 跟他的形象 跟他的演技 似乎完全不冲突 最近还得到了偶像奖 我们来看看 他批评什么 他之所以有今天 他又跨过了 哪一些的人生难关 他是坏到骨子里的冷血杀手 也是学生眼中硬派的卡特教头 一句句经典台词 你绝对看过他的电影 69岁的美国男星 Samuel杰克森 靠着精湛演技 被封为好莱坞票房王 最近他跟这位影坛长青树 一个鼻孔出气 目标都是总统川普 奥斯卡影帝 劳勃的音乐六月在东南奖 颁奖兰奖典礼时致词 播稿演出 没想到Samuel杰克森 也跟着鼓上一顿 调6月14号川普生日当天 推特发文讽刺 说川普和木良们 应该正在白宫大玩 男男性游戏 让不少川普铁粉反弹 更引发同志族群不满 事件延烧一周 Samuel打死不道歉 还在IG上贴出 推特的检举通知 底下的留言 不难看出Samuel杰克森 笑得好得意 一点都不在意 网友批评 但以Samuel杰克森 感怒感言的个性来说 这些还真的都是小case 曾有记者硬要问 Samuel杰克森 对于自己电影中 非议歧视字眼 出现一百多次 发表意见 这一幕下的对话 就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众人对他更熟悉的 是他投入角色中的 这些对白 电影中的经典顺口6 让他骂进好莱坞 骂上奥斯卡 甚至被称为 好莱坞脏话王 更有人算过 Samuel杰克森 从1998年到2014年 27部电影中 共骂了171次的干话 加上一堆使坏的角色 让他被贴上 教坏小孩的标签 2013年 女儿柔依亲自指导 拍摄的三分钟搞笑片 抱紧她看见父亲 为了表演 却得背负骂名 坏人坏语的背后 其实是Samuel杰克森 不为人知的心酸 她对外坦承 小时候严重口疾 想尽办法练习正常开口说话 最后发现脏话最有效 虽然这不是正统的医学方式 但这也成了她的招牌口头禅 能微笑面对外界批评 纵横影谈40年 因为一路走来 Samuel杰克森的人生 一直都不是一出完美的戏码 1948年生于美国华盛顿 因为父母分居 她一生只见过父亲两次 在那个年代 她直到中学 都就读种族隔离学校 大三转念戏剧系 但个性天生反骨 曾因不满学校课程 集结同学扣押校董会成员被捕 停学两年 最后拿到戏剧系文学室学位 24岁一脚踏进好莱坞 初期都是演出小成本的独立制片 或是电视剧里的小角色 拔杆子打不着的恐怖片 她也尝试过 1989年大法师三 观众当时都不知道 这场恐怖梦境戏中 坐在角落呻吟的盲人 就是山谬杰克森 心图不顺 让她因此染上毒瘾 1991年演出爱情喜剧片 丛林热 开启她的电影之路 也是黑色追气灵中 昆丁塔伦提诺 御用的卷毛杀手 还让她获得当年奥斯卡 最佳男配角提名 虽然不是演主角 但几乎可说是 全剧的重要灵魂 这就是山谬杰克森 让导演们爱不释手的原因 她不只会演 更会跳剧本 看准强片能一再推出续集 2005年她演出 《星际大战》三部曲 《西思大地的复仇》 饰演的云渡大师 身为绝地武士 和大魔头拿着光剑护盘 武打动作 她下足了苦功 90多年转到三室 这只剑护盒盒 剑护盒盒 剑护盒盒 我们会很严重 每回出手都是抢电 让她在2011年 以20年间 大赚74亿美金票房 荣登金氏世界纪录 史上最高票房明星 近年来更凭借漫威系列电影 事业神盾局局长 无论哪个英雄 拍成电影都有她的戏份 今年三月才拿下电影产业协会的偶像大奖 她将一切成就归功于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 领这个奖时 她更感谢同为演员的妻子拉坦亚 杰里近40年 育友一女 从没闹过绯闻 一辈子为了最爱的电影 杉明杰克森无惧外界批评 尽管唯一的遗憾 是她至今未能拿下一座奥斯卡 说了这么多脏话 还这么受欢迎 票房又这么高 放眼好莱坞 除了她 也无人能出其右了 1月18号的一早 日本大阪周边地区的地震 剧烈摇晃 再次引发了我们对于地震的恐惧 这场震灾造成了5个人死亡 近400人受伤 尤其有一位死者 竟然只是一名小学生 她当时已经走到了学校旁边 在一堵围墙突然倒下 把她压死 目前初步证实 这堵围墙可能是学校违法加盖 所以整个事情已经引起了 日本政府高度的重视跟调查 其实当天交通才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因此在网络上 还有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 很多通勤族当时正困惑于 究竟还要不要继续上班 还是干脆回家 结果很多人说 发现自己的手机传来的讯息 竟然是老板叫他们赶快去上班 完全没有任何的同理心 很多人只说 怎么这么多的黑心 以及没有同情心的老板 于是有人立刻搬出了 最近日本网络上出现的一项调查 就是调查这些上班族 怎么看待他们跟老板之间的 雇主之间的关系 竟然有四分之一的说 他们想把老板给干掉 没想到这次地震竟然引发了 所谓的劳资关系的一个新话题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次日本的震灾 以及他们如何做检讨工作 6月18号早上7点58分 正值上班上课的时间 6点1强阵清洗大阪 一阵地动天窑 众人不知所措 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第一时间记者疲力奔秘 到处都传灾情 关系都会去大阪 交逢95年来最强阵 当时正值通勤尖锋 悟空交通大瘫痪 又没用麻痹来形容 交通网的脆弱无力 地震当时为了安全起见 大阪所有电车就地停舍 乘客下梯沿铁锅走回车站 第一统因为车门和铁轨 间距过大 站务员集中伸智 开下了硬色座椅 充当逃身梯 乘客过坐过走 赶快离开现场 媒体还拍到了许多站务员 合力将电车推回车站的 惊人景象 回到车站 乘客依旧茫然 与进退两难 只能席地而坐 无奈空等 他们也不敢往外看 越工车和计程车的排队人楼 多得吓人 完全看不到镜头 强阵导致交通瘫痪 无奈的是大多人 还是得上班 想办法抵达公司 傍晚下班后 再来一次 桥上一密麻麻的都是人 骚回家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 即便遇到这样的状况 心里可能还低估着 都这种情况了 还得为了工作 周车劳顿 但依旧临危不乱 竟然有序 平安抵达 但因为9岁小女孩的 一样死亡 她这场强阵 最受转播的焦点 六一八强阵 五名死者当中 有两人都是被学校旁 倒塌的围墙压死 一个是80岁的导户巨公 另一个是9岁女头 三宅李奈 当天李奈当职生提早出门 为了避开车潮 还乖巧地严强边走 没想到就在距离 校门口仅20公尺的地方 活活被压死 事后警察才发现 学校围墙大多是违法兴建 依到它的高墙为例 原本高度只有1.9公尺 那时候学校又往上盖 变成3.5公尺 这墙又高又单薄 且无直立拱力支撑 才会一摇就倒 让女童无辜王子 强阵后第四天 安倍来到现场献花 并视察避难所 大旦灾后一片牢籍 灾民玩着清扫家园 超市的货架上 面包泡面和饮用水 全被一扫而空 水和电都来了 却有11万户人家 迟迟没瓦斯可用 我没拿 卉卉说要记者不要再靠近 与灾民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 也没办法煮饭 许多店家无法营业 就连美容院也束手无策 挨家挨户的检查 原来是23年前的板神大地震 导致瓦斯灌现各地陷入火海 历史教训让瓦斯公司不敢大意 一旦发生强震 就先终止供应 经确认管线完好才能开启供应 而本身的历史教训 让百姓疏苦的还有电梯 按规定只要发生震度4以上的地震 电梯故障就得经过 专业济师鉴定后才能重启 无奈大阪多高楼 住户叫苦连天 快递员也快输不了 11楼也要咬牙翻过爬上去 且电梯修复还有优先顺序 医院和公家机关都排在住家之前 一般的民众需要恢复病例生活 还得等一等 因为镇阳附近至少有三条活断层 至少被日本政府锁定 30年内可能发生7.5强震的主要断层带 要担心的是 强震后诱发周围断层 连锁受益再次引发大地震 如果批评说 美国的第一夫人Melania不会挑衣服 那可能真是说不过去 毕竟她是模特儿出身 但没想到最近这真成了一个话题 背景是这样的 最近美国白宫因为处理边境的移民问题 引发了各方的批评 正是非常狼狈之气 第一夫人出马 特别到德州去探视这些儿童 这应该是很棒的一个公关行动 表示爱心跟善意 大家本来要给她掌声 但没想到你看到她自己穿上了一件风衣 蜂用后面还有字 翻成中文就是 我真的不在乎你呢 大家立刻吓到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在乎这些儿童 那你来看他们干嘛 如果你不在乎外界对于白宫的批评 你干嘛多此一举 她的老公川普总统立刻站出来 替她说话说 她不在乎的是那些所谓的假新闻媒体 至于莫拉尼亚自己发言之后 衣服就是衣服 没有什么含义 当时有一位美国的明星 在她自己的社区媒体上的发言很有意思 她说 人傻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 就是最近美国热议的话题 究竟第一夫人是故意穿错衣服 还是真的选错了衣服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和您再会再见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